柯文哲曾说 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侯友宜也说过 新潮流没耍 台湾聊一半 为什么他们两个 针对的都是新潮流 而不是民进党 其实新潮流只是 民进党众多派系的一支 为什么仇恨值这么高 现在民进党内的四大派系 有新潮流 郑国会 勇言会 以及英系 他们有什么来历 最难加入的新潮流 又怎么加入 各大派系间 又有什么矛盾 为什么初选会杀到 刀刀见骨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民进党派系的历史 那在故事开始前 我们得先小聊一下 民进党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 台湾在民主化之前 长期有国民党一党领政 纳是一个党国不分 国库通党库 党库通内库的时代 国民党一党独大 又实施戒严和国权统治 严格控制媒体 限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 也没人敢搞民主运动 但到了青年代 老蒋这时候也热搏西山 全力逐渐下放蒋经国 蒋经国比他罢开明多了 让台湾的政治氛围 没有五年代那么肃杀 所以陆续有一些知识分子 如黄信介 康林祥等五党级人士 开始展露头角 他们藉由创立杂志来产发理念 要求政治改革 也会不时参加选举 拿国家资源反抗国民党 逐渐获得政治影响力 这些力量在七年代后期组成壮大 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在野势力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党外势力 也就是民进党的前身 即使在1986年 党外势力全部于圆山大饭店 齐聚光明定 民进党正式成立 而早期加入民进党的人 也不一定是认同民进党的理念 而是拒绝了一群讨厌国民党的人 如创党大佬费希平 他是外省人 曾以国民党的身份担任第一届立委 照理说 他是俗称的外省权贵 可依靠着国民党过着吃香喝辣的日子 但他因为自己的理念 不满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而加入党外运动 其他还有朱高正、林郑杰等 都是民进党创党初期的中间力量 不过后来都因为不满民进党的态度理念而离开 由此可见民进党成立之初 只是一个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联盟 里面有多种政治样貌 这也很正常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小圈圈 学生社团都会拉帮结派了 何况是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团体 不同的党外势力 就在民进党内组成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政治理念 大家经过讨论协调 最终成为党的主张 讲明白了 民进党本来就是不同的派系结盟 而诞生了政党 而在民进党创党前的1983年 许多有志之士成立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 由林佐水、吴乃仁、球艺人、陈菊为主 他们主张社会运动路线 并试图与劳工、社运团体结合 这是新潮流的成生 当然代表刊物是新潮流杂志 而另一派 一位选举担任公职的党外人士 组成了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 代表人物有黄信介、施敏德、游锡坤、费希平等 他们主要是体制内改革 提倡选举参政议会路线 这是美丽岛系的成生 代表刊物为美丽岛杂志 民进党首任党主席 是新潮流支持的张鹏坚 而竞争对手则是美丽岛力挺的费希平 两大派系也在1989年的现任党选举 因提名人选略有摩擦 左右跨着党内机制协调成功 由此可见 从民进党的成立之初 派系就已经存在 并互相竞争 甚至应该说 是先有美丽岛与新潮流 后面才有民进党 而至于在2000年 民进党取得政权的中流抵柱 阿扁、陈水扁、晓夫、谢长廷、 聪聪聪、孙聪昌这三巨头 则自这两大派系的第三势力 他们都是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 进而加入民进党进入政坛 晓夫和阿扁在党外时期 都办过杂志 也担任过市议员 他们炮火猛烈、问真犀利 与前面提到的林郑杰 有党外三件课之称 是民进党的明日之星 1992年 两人先后进入立法院 凭借着个人魅力 分别创立了正义连线与福利国连线 随着两人的政治仕途不断高升 这两大派系 也逐渐能与美丽岛新潮流分庭抗礼 甚至正义连线 后来因为阿扁当上的总统 一度成为民进党最大派系 因此也称为贬系 除了阿扁 代表人物还有以前的立法院三宝 喉水圣、宁重谋、蔡其芳 现任的台南市长黄伟哲 高雄市长陈其迈等 另外长期流亡海外 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 在当时可是要杀头的革命团体 国民党眼中的恐怖组织 是真的策划过多起安杀爆炸案 以及监狱暴动 民进党成立后 他们的部分成员 也陆续回国加入民进党 代表人物有彭明明、蔡同荣、张灿红、林英元 因为历史悠久 又是台独主师爷 在党内的影响力不小 所以民进党成立之初 就由这五大派系 美丽岛、新潮流、增业连线 以及福利国连线与台独联盟组成 而福利国后来又分店为谢长亭与苏仁昌系统 也就是谢系与苏系 这两人我们分开来谈 现在来聊谢长亭 晓夫的出道过程与阿扁相似 都是美丽岛律师 都当过议员、当过立委 都有极大的魅力 甚至有些语量情节 不过在1904年 首次台北市长直选时 台北人的晓夫 初选将来败给了台南人 与新潮流结盟的阿扁 后来阿扁当上市长 晓夫则与彭明搭档 在1906年去竞选总统 并未当选 但1908年 阿扁连任失利 晓夫反而在高雄开洋拓土 顺利选上高雄市长 打下了民进党在高雄 长期执政的基础 阿扁执政后 才担任行政院长 这段期间 谢系蓬勃发展 子弟命众多 接着聊孙贞昌 匆匆匆与民进党另一位天王 刘锡坤 都从省议员出道 两人的仕途 一开始甚至比扁县两人顺利 都在1989年 分别当选屏东县与宜兰县长 后来孙贞昌连任时 遇到了黑金议长郑太极 因此连任失利 但不久北伐成功 打下台北县江山 当了两任县长 当时培养了班底 张宏璐、吴秉瑞等人 现在还活跃于政治圈 阿扁执政后 谢、苏尤都担任过行政院长 加上副总统吕秀莲 这四人事后阿扁世代的 党内四大天王 都有一角逐杀任总统 这些党内各聚三头 除了谢系、苏系外 游锡坤的游戏 由当时的部分区立委高志鹏 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 与台南市议员陈廷飞 在北中南串联 这就是后来的正国会 而吕秀莲卸任后 没有成立派系办公室运作 所以没有所谓的吕系 这几年都提出了许多批判性言论 被彻底打成中共同路人 绩效为红莲 而最后旅游推入初选 卸出两人出现 两人的竞争越加百热化 在2017年总统大选的初选 两人杀到达奥劲骨 中下新杰 虽然最后两人决定已卸出搭配参选 但仍不敌马英九旋风 台湾再次正常轮替 正义连线虽然成是民党的第一大派 不过随着阿扁卸任与并安缠身 以及2008年的立委大败 许多正义连线的立委失去舞台 比演戏与正义连线就逐渐消失 这时我们再回头看 美伊岛系因为人来凋零内部分裂 甚至派系大佬徐姓良 连党都退了 所以在阿扁的上任前 美伊岛系就已经视为 而正义连线与福利国 本来就是选举利的结合 没什么共同理念 前者代阿扁的失事后 很快的土崩瓦解 后者则分裂为泄系与书系 而台独联盟则在1906年的总统大败后 觉得民进党不够独 部分怀着建国理念的基本教育派 另外成立建国党 在党内的势力也逐渐边缘 因此创党的五大派系 只剩下新潮流 对的 新潮流是目前存活最久的派系 因为新潮流组织严密 类似政党 成员有共同强烈的台独意识 而且是左派政党 对于成员会加以限制 要进入不简单 不开放自己投履历 一定要介绍人 且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也就是党中有党 擅长打团体战 不会因为一个政治明星过气而衰落 且注重人才培养 因此党内的派系即使多次解散重组 新潮流人屹立不遥 新潮流的代表人物 早期有台独理文大师林佐水 绿云志多星史内普邱毅人 这两位是阿扁时期阿扁的左右手 另外还有武乃仁与洪奇仓 都自从党外时代又开始活跃 民进党的创党元老 而派系只要扩张人变多了 内部又会分派 因此新潮流又分为北流、中流与南流 北流就是前面讲的林佐水、邱毅人无奈人 以及现在仍活跃的胖周语、郑文燦、段依康 中流的老大哥为立法院副院长蔡奇仓 以及党外时期就很提名进党 专卖党外杂志进出的 丰原三民书局的老板栗景祥 栗景祥为人低调、无异党公职 都是作为超板手角色 算了台面下的超级大佬 像台中市立委黄国苏 就有市立景祥栽培的明日之星 但前几年被曝出 黄国苏其实是国民党的廖北亚 用来监视党外人士 因而退党 黄国苏经营书法 据说《生茶柔杂志》的三个字 还是他写的 而南流是民进党在南部的明星级诸侯 主要可以分为台南的赖神赖清德 高雄的花妈成菊 以及屏中的盘梦安 赖清德虽然是台北人 但成大毕业后在台南当医生 政治生涯从台南开始 成菊是美岛事件的政治受害者 很早投入党外运动 曾担任过北高粱市的社会局长 之後更顺利接下县长田的棒子 担任高雄市长长达12年 让新潮楼局系在南部的影响力极大 潘梦安是屏东王 从基层乡名代表一员做起 跟了三任立委后 一路当到县长 八次选举未尝败机 与赖清德情同兄弟 当屏东县长时 赖清德也是台南市长 两人互动频繁 且是少数赶在2020年 就有挺赖的南流成员 接着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福利国出来的谢系 当初南下高雄开疆拓出的谢长亭 刚到高雄人生地不熟 缺钱又缺人下 与南部的录影带大亨、三聂的老板 人称海董的林昆海结盟 给了晓夫大力的支援 2006年 晓夫市长任期结束 北伐台北市 但败给了郝龙斌 2年后总统再败于马英九 仕途受阻 高雄则由新潮楼局系接手 不过有海董的支持 让谢系不至于视为 关键在于2016年 晓夫出任驻日大使 远离政治核心 接着2018年 谢系的大师兄姚文治 台北市长选举师弟 推入政坛 二师兄壮烈熊转投音系 让谢系全容无首 海董凭借着媒体优势 吸收了旧友的谢系成员 让海派不断壮大 最后成立的勇言会 是目前民进党重要的派系之一 成员包括赵天宁 王定宇 林楚音 何柏文 口诣哥 赵怡祥 发言人张志豪等 勇言会的特色是掌握媒体 声量很大 且敢用年轻人 另一个特色是桃色新闻多 王定宇有8000房租事件 赵天宁亲中立委等 而相较于谢系事为 苏贞昌因为与英系结盟 出任行政院长 且口碑不错 让苏系的成员 今天仍活跃于政治圈 因为台北县长的渊源 苏系的大本人在新北市 如苏系的开国元老 吴秉锐、张鸿路 与厨军、苏巧慧 都是新北市的立委 苏系的系统较为封闭 类似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 幕府将军的行事 非常重视辈分 所谓军军成成富富之子 长后有序 而苏仁昌本人在两次民进党执政时 都当过行政院长 堪称民进党的幕府将军也不为过 但也因为这个样子 苏系的成员比较少 且西州成员不易 要再苏系熬出头并不简单 苏系的成员相当重视自身制 很多投机分子进入后 发现没有机会就会出走 随着苏仁昌卸任行政院长 苏系会不会如贬系、泄系一样视为 匆匆匆的女儿 苏乔惠仍不能问鼎新北市长 就是苏熙未来是否可以壮大的关键 很后阿扁时代的四大天王 谢苏尤绿 派系发展最好的莫过于水牛伯游戏坤了 游戏政国会的成生 全名为正常国家基金会 组织上较为松散 且分数许多堂口 是目前唯一能与新潮流抗衡的派系 水牛伯是精神领袖 但近年来因为担任立法院长 已退出派系运作 目前政国会主要分为三个堂口 昌政国由前建隆市长 现任内政部长林佑昌领导 而前台中市长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则被称为龙政国 这两人都是政国会的大阿哥 南部则由妈祖陈廷飞坐镇 由决问鼎下任的台南市长 最后就是刚关灯的宜兰奥婆政国 一个政国却有多个堂口 政国会的特色是梁三伯好汉 每位都是英雄豪杰 擅长打游击战级出其制胜 最有名的是游锡坤竞选新北市的水牛战法 2014年的新北市长选举 选前朱立伦民调赢过游锡坤打30% 但最后仅以2%选胜 让朱立伦赢得回头土脸 2008年民进党总统与立伦惨败 各派系间不幸任下 初来收入残局是五派系政务官出身的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没有人马 于是吸收了一些正义连线的成员 如当时是立伦的黄伟哲与陈其迈 如今都是南部的一方诸侯 另外也拉拢了一些地方势力 如屏东的苏家权苏正清 嘉义的洪耀福陈明文 台北市的皇城国等 也得到一些形象清新的明代支持 如知名的学者罗知政 当立委颇有口碑的蒋永昌 随着蔡英文的两度执政 殷系势力如日中天 但仍有赖于和其他派系的合作 如新潮流的郑文燦赖清德 苏系的孙仁昌都担任过行政院长 局系的陈菊 只担任秘书长监察院长 正国会的精神领袖水牛伯 为立法院长 但殷系与贬系的正义连线一样 领袖个人魅力是重点 殷系会不会随着蔡英文卸任而鸟受散 这就有待观察了 以上就是目前民进党的主流派系 新潮流正国会 永远会与殷系的历史 另外还有绿色有一个年线 就是杨信邦 是民进党的大金主 也是党员大户 有相当多的民进党党员票 实力不容小区 由杨信航的老板陈胜宏所创 在士林北投一带呼风唤雨 长年与新潮流苏系合作成为新苏联 与海派因细的关系较差 杨信老板梁薛林 承认三任不分区立委实力雄厚 但是薛林的儿子何志伟 作为杨信邦的少主 这一次的立委初选却败给了王世坚 但因为掌管民进党的金库 这些党内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次不分区有依袭 接着另一个问题 我们要如何界定派系 其实在2006年 民进党党内就提出了解散派系 禁止派系公开设立办公室 但依依不大 派系纷纷转成智库或神秘运作 反而更加活跃 有界定派系也不难 简单粗暴的方法 看这个人的师父是谁 如在新潮流立委底下工作 后来自己出来选议员 法左不离时也会是新潮流的 又或是市府的小内阁 如王毅川成是林家荣的交通局长 那王毅川就是正果会的 但这也只能粗暴分类 也是有人会跳船的 另外准确一点 主党内的公子选举 这一个人的投谁就这个派的 民进党的决策核心 由中职委、中常委、中平委组成 先由全国党代表 选出30席的中职委、11席的中平委 再由30席的中职委 选出10席的中常委 类似一间公司的董事会 这些人可以决定党的走向 如某市议员他是当然党代表 中职委的票投给郑文燦推了人选 那这一位市议员就是新潮流燦系的 会得到胖周宇的大力支持 因此全国党代表投票 向来都是各大派系角力的战场 我们从2014年以来 中职委的派系变化 就可以知道派系的兴衰 新潮流一直以来是最大的派系 谢系则在2018年后简直一席 2022年 新派系民主活水敞参成功 但主要还是与新系合作 我们讲了这么多派系 但别以为加入民进党就要入派 不过如果有志于公职选举 那么选边站就很重要了 这就要聊聊一般人是如何踏入政治圈 一般来说 除非你是正二代 或是从学生运动入行 如野百合、太阳花 但这可遇不可求 由不然大多人的从政棋店 都会从议员助理或幕僚做起 这些人或许在学生时代 就参加各大派系举办的夏令营、千年营 如果表现突出 就会在毕业后 被安排到旗下的议员当助理 在意个性能力 分为选举型或幕僚型 四得其所 选举型就有以后接老板的棒子 从议员当起 从而选立委、县市长、县市长 甚至总统都有可能 如台北市的立委吴思瑶 最早是姓潮流大佬李文忠的助理 后来投入议员选战 进而当选立委 前民进党主席卓龙泰 也是从小富的助理做起 从议员当到立委 幕僚刑则是进入党中央 或地方的局务首长 代表人物有民进党的秘书长 徐立明、大军师林赫明等 接着是派遗间的斗争 不是说同党就会和睦相处 那是表面上 只要有选举 不管是党公职、地方选举、中央选举 派系的斗争 几乎都是杀到刀刀剑骨 如早期许信良与阿扁的种种之争 最后许信良脱党参选 还有在阿扁直征末期 以新潮流为主的十一人 公开批评阿扁陷入贪腐危机 被森率的支持者封为十一后 成为众矢之地 是民进党至今最大的内斗之一 而近期的派系内斗 则在南台外的高雄 新潮流局系与永远会斗得最凶 由于高雄是民进党的大票仓 若赢得市长的党内初选 就几乎笃定当选 因此2018年的市长选举 各大派系都有推人 局系推出的是立伟刘世芳 英系是暖男陈其迈 谢系的管妈管碧琳 永远会的大哥赵天琳 以及正国会的林戴华 初选时双方操作幻化互相攻劫 最后虽然是陈其迈胜出 但无法团结与大环境的加持下 反而让韩国瑜当选 四年后的2022年 新潮流局系和永远会 就司议员初选议长选举 以及下任的高雄市长 更似互相放话杀到刀刀剑骨 2026年的高雄市长 本来永远会的大哥赵天琳 因为形象好顾家的形象最有机会 但亲中立委事件后 下任市长的人选 可能会由著名的直升立委 现在与正国会合作的葛林戴华德 以及新潮流的凤山小金刚许智杰 还有正统局系出称的赖瑞隆 出来搅足了 经典的还有2020年的 蔡英文与赖清德之争 当年蔡英文准备迈向连任之路 谁知道在独派大佬的支持下 出现了挑战者 台独亲孙赖清德 赖清德是新潮流的没有错 但只有部分的南流 与台南的子弟兵情义相挺 而局系与胖作为了灿系 则力挺小英 让赖清德陷入苦战 最经典的是赖清德被网军攻击 公开在媒体上 也要求总统的网军不要再攻击他 只有蔡英文在一阵稍操作下 成功出现并顺利连任 接着同年的台北市党部主委选举 绿色由于连线的皇太后薛林清真 对阵营系的王孝伟 薛林指控王孝伟是黑道 王孝伟则说薛林会选 互结窗疤 竞选的气氛犹如总统大选 几乎天天开记者会互骂 祭出商务毁灭的招数 由于对民进党的形象伤害太大 最后中央党部下令停止选举 还有2024年的不分区立委名单争议 在过去 派系的平衡 一直是民进党维持团职的关键 这次不分区的名单也不意外 几大派系都有人选在安全名单 如新潮流的森罚会 音系的庄瑞雄 勇言会的林楚音 绿色有连线的罗美琳 但真一点在于 党中央认为安全名单内的游喜坤 算是正国会的代表 因此没有另外提人 但正国会认为 水牛博士公共财 早已退出了派系运作 应该把第14名代表正国会的王毅川 塞到安全名单 另外美女党近年出的一些包 如小智的曹喜案、亲中立委事件 都断了当事者的市长之路 因此有阴谋论指出 是党内同志下的毒手 不过只是江湖谣言 无法证实 看起来各大派系 很像会斗的你死我活 其实也不一定啦 各派系在不同的地方 会选择与不同的派系合作 是英帝质疑 像是新潮流虽然强大 但在新北上最单薄 因此会与本命区在新北的苏系合作 而宜蘭的正国会 会与新潮流合作共推主委人选 但到了台中 新潮流与正国会又会互相竞争 高雄变成了局系与新潮流合作 对抗永远会云系 各个派系在地方的合众连横 有如战国时代般精彩 派系看起来很乱 但派系反而是民进党的特色 民进党的厉害在初选旺斗得很凶 但都会遵守有些规则 愿赌复苏 初选后大团结 共同对抗党外的敌人 很少会有托党参选的事情发生 我说很少啦 近期还是有几位 继续我们回到主题 为什么柯文哲这么堵软的新潮流 把目标对准新潮流呢? 第一点是在2018年 阿伯要选选台北市长的连任时 他一直觉得是新潮流从中作梗 硬是推出姚文志跟他抢票 才害他选择这么辛苦 但其实姚文志是老泄系的 另外民进党的一些争议事件 如光电、鸡蛋、疫苗与88枪等 阿伯都认为与新潮流有关 才会也喊出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且柯文哲在当市长时 新潮流的市议员 简直备许祖华只群力道最猛 把被弄得很不爽 也可能加深柯文哲对新潮流的坏印象 但也不排除比较物实层面一点 纯粹新潮流目标大豪打 赖清的也是新潮流的 柯文哲跟民进党合作过 知道民进党的一些派系 也不喜欢新潮流 柯文哲打新潮流的目的 只是要任何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搞分化而已 我们这部影片是在选举前做的 所以大选的结果 我还不知道 那现在选举该结束了 那不知道我们中和的立委 我们选区的胡增 有没有上来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大选过后 马上就知道我们的农历新年 那我们的农历新年就是要大草厨的那种厨房 还有浴室都很脏 但是便宜在家非常干净 就能帮大家的厨 所以我征求一位粉丝 如果你们家很脏 我就帮你们打扫 大家不要激动 我已经征求到了 所以现在我们去他家打扫 看我这身穿着 很像是卖鱼的是不是 其实我们年货就是要大草厨 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一个粉丝家 那他跟我抱着说他们家很脏 需要清洁一下 便宜到你家来帮你扫厕所 扫厨房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厕所 就是非常的脏 这应该就是一些无质水垢 这个是水垢嘛 还有一些脏污 还有这个镜子也是 这个主人到底怎么照镜子 平常是不用照镜子是不是 这个也是满脏的 应该是没有泡澡的习惯 因为感觉就是脏脏的 这个是长久来的 顽强污垢 常常要水痕 我们独打清洁剂 是一个很新的公司 在2020年成立的 这个老板 原本是在宜蘭开民宿的 但是你知道疫情吧 民宿生意比较惨淡一点 那他就是这个闲来没事 就来研发这个清洁剂 因为他名下 有好几百天这个房间要打扫 有时候他也要亲自下去打扫 那他这个找来找去 都没找一款合适的 那他就不如自己来发明一款 合适的清洁剂 我们独打清洁剂 他的特点是不但清洁干净是基本的 他还可以防虫 因为我们宜蘭位于这个东北角 这个虫虫很多 所以使用独打的清洁剂都可以防虫 那你还有加这个我们医疗级的奈米芯 奈米芯是一个医疗级的东西 那他用起来是不伤手的 像我这个没有戴手套 没有要不咬手不伤手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我们独打清洁剂的厉害 需要清洁剂的方向去让他咬个五分钟 差不多过了五分钟之后 我们开始来清扫 好 这间浴室我清扫半个小时 就是半个小时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积水槽的盖子是非常的脏的 这个污垢 是今年的污垢啊 连五主都说他怎么清都清不掉 不错也是非常的亮 那镜子清除到我的这个毛细口 我们鼻毛都看得非常清楚 镜子就不用说了 榴梨台 上面的小架子 这个关节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干净 那这个是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干净 这脸毛毛非常的干净 这是有刷过的 而这是没刷过的 我们大扫除另一个重点就是厨房 除了浴室之外 厨房也是非常多的油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抽油烟机 这是今年累月的油污 还有我们后面的这个 以及我们的瓷砖 以及我们后面的这个柜子 对 流理台 这都非常的肮脏 那一样呢我们用我们独打清洁剂 那我们这一罐是 厨房清洁剂 跟浴室是不一样的 一样我们给它摇个五分钟 差不多过了五到十分钟 我们看一下清洁啦 一般来说如果你真的像这么脏的话 我们可能要刷到 两到三次三到四次都有可能 又过了五分钟 那我们 准备刷我们第三次 这应该是我们极限了啦 我已经刷了三次了 那应该算是蛮干净了吧 是 那在半小了之后 厨房正门独打清洁剂的 强力清洁下 已经变得清洁溜溜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油网 那里面那个网子 我已经拿去 有还没买新的 那跟旁边的比起来 应该看得出来 差满多了吧 是不是 这已经极限了啦 这是吊漆啦 不要说这有点是脏脏的 那后面这个 抽烟机也是非常的亮 那这里是还没用的 那个 有插好 那瓷砖 那我插了两块 这也是 之前是很 脏的那个墙壁 这个细节部分 都非常的干净 那只洗过一次而已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干净 可以多洗几次 但我还 再强调一点 说欸 这其他的清洁剂可以做得到啊 不是 我们独打是可以防虫 防蟑螂 防虫虫的 因为虫虫不喜欢独打这个味道 他们就不会过来 那我们人类是可以接受的味道 我觉得不会说 很识别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独打的 还销的清洁剂 清洁浴室以及厨房 都可以带到很好的效果 不得不说啊 最近的厂商啊 越来越有sense 就是独打管味了 清洁剂的包装非常有质感 我们台湾的厂商啊 美感就是有待加强 像我们 清洁剂打扫嘛 我想买一个 这个黑色的手套 现在买不到 我去这个超市看 清洁区一看 红色的手套 绿色的手套 红色的手套 红色的手套 你就不能做一双 红黑的手套嘛 搭配我们一个独打科技 总共搭配 那在独打官网注册呢 就是我们600人 购物点 满两件呢 就打88折 满三件呢 就打75折 没有 打到75折 我们会破产 满三件呢 是我们的独打除霉凝胶 就是在浴室可以使用 这个霉菌啊 连根拔起 大家请注意 这个浴室的小蘑菇 是不能吃的 那买一千元呢 就是我们的独打红包袋 不得不说老板是不是 蠻有设计感的 老板 你特别跟我说啊 这一条龙 画它五万人设计 这叫什么 这叫尊重专业 好不好 还是要称谈老板 没有说这边打 独打环卫正 很没sense 对不对 后面就一个小小的logo 就是一个独打的logo 还有一个龙 独打龙 乖乖 很像是一个什么 独龙砖的感觉 没有啦 对不对 满三千元呢 送我们隐藏版 黑色的 红包袋 不得不想 吐槽一下老板 这个黑色红包袋是干嘛的 是不是 红包袋不是 红色的 还好不是白色的 那这个 黑色的可以送给比较中二的亲戚 就是我们的直直啊 很中二的啊 穿这个黑色会非常的高兴 建议不要使用在长辈身上的 总之呢 我们独打环卫 设计精美 产品优良 买起来